求人不行,求自己还做不到,这叫业障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我们经常问,怎么修行? 看你遇到什么事就修什么法,一切经典都是这样教授我们的。 第六品如来赞叹品的荡基众是普广菩萨向佛请求,说地藏菩萨利益人间做了哪些事。 佛就跟他说,假使未来世中,严福提内,不论他是沙地利,是贵族高官,王种的或是婆罗门种,像我们中国儒教或大副长者,是高官的,在家信仰佛的居士。 乃至其他一切种族,有心禅者,要生育婴儿了,不论生男育女,在七日之中给他读诵不思议经典,不思议经典即是指地藏经,不指诵经,还要念地藏菩萨名号,而且要念一万生。 在地藏经说,你要求什么事,求地藏菩萨加持要念一千生。 如果你从今天发心起念满三年,一天不间断念一千生,三千生,地藏菩萨来护持你,或派护法神永远护持你,让你永远没有灾难。 如果是有急事或要紧的事,那你必须念一万生保护新生的小孩。 或男或女都可以,他过去所做的罪业,若欲转生应当受报,素有殃报,或去做的灾殃及罪过,现在要受报了。 因为念了一万生地藏圣号或念地藏经,殃报解除,是地藏菩萨加持他,帮助他解除了,这种小孩容易教养,寿命也很长。 如果他前生自己积有福德,那他一念一增长,这福德更大,前生的寿命今生该活六十岁,他一念或者活到八十岁增长他的福寿,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很顺利。 这种活福受邀,在人生当中非常错综复杂,不是以人的意愿来转移的。 说在降生时遇到有人教导他,独地藏经,这就是他的福德,乃至教导他念满一万生地藏圣号。 这是很难预得到,现在我们念一万生圣号,那很容易。 心静下来的时候念得很快,一个多小时念一万生,谁肯这样做呢? 尽管他的功德好大,有这么多好处呢? 现在我们在座每位能每天念一万生地藏圣号,我想很少人会这样做。 听来好像是很容易做到的事,但是没有这个上根,没有这个福德催促你去做,如果每天都能念一万生,那就很不容易了。 遇到事情的时候,又有人这样教导你,你被那事情逼迫的苦难当头,没有办法解脱,一听到,你肯念了。 当你苦难当头的时候,遇到哪一个善知识告诉你,念一万生地藏圣号就解决了。 往往佛经上所说的事情,诸位道友在这听经的时候感觉很容易,人在福中不知福。 现在很多人在苦难当中,他哪能听得见有位师傅或有位在家道友跟他说,念一万生圣号就可以免难。 这还要看他所作业的大小,念一万生,有时还是解决不了。 比如说人家要生小孩,家里很富有,六亲眷属很多,大家送礼,越有钱客人越多,互相巴结互相平等。 穷人就不见得有。 过去有句俗话,贫在昌街无人问,负在深山有远亲你若有福报。 你躲到哪里都有人敢到你那里,就是这个含义。 我们有很多事往往看起来很容易,举手之劳,念一部地藏经很容易,我做那就念一个钟头,念完了,给他念一部吧。 哪里能请到那个一位师傅,被碰到一位那个发心的?不可能。 我说一个例子,大家知道后山那个法师,我在上头住的时候,他天天来,现在被人问死了,我隔一天才知道。 想今天念经给他回向吧,当我念经的时候就把他忘了,念完经又后悔,我怎么没给他回向呢? 别人都回向了,明天早晨再回向吧。 明早一念道要给他回向又忘了,这不是有意无意,好像跟他没有缘,就连想念一部地藏经给他回向都做不到,我只好一想起来赶紧就跟他念,哪管念一品,念两品也算得到利益。 往往你诚心诚意对这位道友,想做点佛事给他回向就是不行,做不到,这叫账。 大家说业障,业障并不是在你本身也会发挥出来,想帮助你也帮助不上。 我说这个意思是劝大家自己平常要修,如果一万声念不到,一千声念不到,一百声该念得到吗? 还是念不到,十声该可以吗? 没有时间,你睡觉以前该有时间,就是不念。 为什么不念,业障,我们经常说业障,业障,那个不晓得什么业给你账住,求人不行,求自己还做不到,这叫账。